这次的正式发布会的嘉宾名单 都在这儿了 你看有没有需要补充的 这次的订婚发布会正式召开以后啊 您以后做任何事情 都由我们韩家做后盾了 没什么要补充了 不过云斌 这次发布会呢 我不希望重点是在个人订婚上 而在于我们俩的订婚上 这两家是如何强强联合的 我知道 所以订婚就是最好的证明啊 你应该也知道 我不希望 这次酒店的商业合作 变成一场个人色彩的订婚仪式 强强联合也好 订婚也好 都不是我们的个人行为 而且 我也不想要媒体混淆视听 弄错了重点 忽略了我们真正的目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 不论如何啊 我都支持你 来 吃饭吧 别使劲 这手套就一个啊 我不习惯 一个手套就是 防止你右手使劲哪 再来 再来 记住了啊 不要用力 不要抬球看球 放前一点 胸挺起来 挺起来 好 好 两个眼盯着球 来 不许吃劲啊 门不动 出去了 好多了吧 在这儿 在这儿 妈 不着急啊 记住 记住我告诉你的口诀啊 绝不用力 死不抬头 好 好 好多了 再来一遍 门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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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歇会儿 歇会儿 越着急越打不好 这夏雨晴她回去 没有跟你说工作安排吗 说了 不过孙总 您让我们这么升职 这妈怎么不愿意吧 你就只管告诉我 你愿意不愿意回J2 那肯定愿意啊 毕竟这么多年了 不过孙总 升职的话 我能不能升管家部经理啊 第一呢 我在客房部干的时间很长了 又熟悉 这第二呢 谢谢 这别的酒店 这客房部跟管家部 都是分开的啊 就咱们酒店 朱总一个人做主 明白 行 只要你有想法就好 有目标就好 谢谢松总 我这 那我太感谢您了 不然我这房租 您又没法先交了 那咱还是很幽默啊 从今往后啊 您记住 不管你想要什么 我都会给你 什么都可以 对 这 我这个呢 不是 比较俗气俗气 生生关 发财什么的就可以了 真是挺逗的这孩子啊 不过我是希望你啊 把眼光往长远一点 是盯着眼前去去的这样 我这个人想的比较简单 很容易就知足 恶不死就行了 知足就好 来 来来来 好 谢谢 再来一下 来来来 那个今天宋天明说了啊 让我上那款家不经理了 让倩倩倩 挺我约的那位置啊 哎 你说 我要不要 只希望他要点股份啊 正好你们家那马祖 不是缺这个啊 不是我一次性给他解决了 我可提醒你啊 宋天明可是商场的老狐狸了 你这么急功近利 早晚传宝 不是 有道理 可是这戏 还不能演过了 你别忘了 你在宋天明那儿的身份 是假的 哎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反正走一步看一步 还有 记得关键话 当年我是五岁走动的 在热带雨林的山坡 哎哎哎 行了行了行了 你那边一天说我八百遍呢 你烦不烦 我突然想起一个人来 谁 郭宇 跟郭宇有什么相关的 你记不记得 当时郭宇的那个账本 还有那个第三方公司 记得吗 你的意思是 那个第三方公司 都跟宋天明有关 可能是他的 可郭宇不是已经失踪了吗 这件事情 一定跟宋天明有关系 只要是人做的 就一定会有破绽 我先想办法顺头摸摸 不是 哥 你管这么多有什么用吗 马可已经跟韩文明订婚了 你做这么多 你就是为他准备嫁闯知道吗 杨丽 我说真的 这场婚礼 没那么简单 坐吧 喝什么酒啊 酒我就不喝了 一会儿我还有事 我喝百岁山就可以了 怎么 白天喝酒啊 想喝就喝点呗 说吧 找我什么事 你说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 变成现在这样了 以前你 我 可爱 我们那么好 经常一起吃饭一起喝酒 哪需要什么理由 现在你约我我约你 还要想一下 彼此到底是什么样的目的 想想 真的是挺可悲的 难得你录真是这样子啊 现在还真挺像一个演员呢 让我来猜一下啊 你这一上来 就是舒情怀旧的 应该是问订婚的事吧 韩元斌 没错我是个演员 但我更是你和马可爱的好朋友 我不知道 为什么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 但我能感觉到 可爱他并不快乐 那天你们宣布婚讯 很明显 可爱他很意外 现在他骑虎难下 你说你爸爸 韩叔叔 他这样的做法 你到底知不知情啊 我和可爱一样意外 那天我还为此跟我爸争执过 但是我想明白了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次订婚 能够帮可爱度过危机 只有我 才能真正地帮助到可爱 终于说出实话了 即使你之前不知情 不知道你爸爸的做法 但其实你内心 一直有一个魔鬼 希望这件事情顺理成章 对吗 所以即使你知道 马可爱心里喜欢的是夏雨昕 你也一定要把她的人 先抢到手 至于她会不会伤心 你根本就不在乎 对吗 夏雨昕对可爱就是爱 难道我对可爱的爱 就不是爱吗 你什么意思啊 袁彬 是一个男人 就应该堂堂正正地去争取 堂堂正正地去争取 你知不知道 这次订婚我到底为了谁 你以为我想这样吗 她夏雨昕想堂堂正正地去争取 让你当说客 过来劝我退出 不是她叫我来的 我 我是因为 抱歉 有事 我要先走了 你要明白 我是真心地爱可爱的 我绝对不会伤害她的 并且 我没有你心中想象中 那么不堪 而夏雨昕在宋天明那边 也没有你想象那么简单 夏雨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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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因为什么 你怎么能去宋天明那边呢 让我有嘴都难帮你说理 还是 永远 可能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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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他们也完成了很多 他们工作范围之外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马总可以拈些旧情 马总 孙庆和杨丽颖 以前也算是您的左右手 这其他的我不知道 我记得您说过一句话 无论酒店未来怎样 只要他们专心为你做事 你都会重用他们 现在这家渡国危难 也是最大限度了 证明了他们的价值 他们许你帮助 你许他们未来 并且鼓舞他们说 这是共同的承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许你会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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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认为 你会认为 我许你会认为 在置身室外 我必须要做点什么 绝不会让你一个人孤身奋战的 夏雨昕 你是不是也这样想 不想让我一个人面对 所以即使我把你赶出去 你还是执意要回来呢 我说你们俩都生了纸 怎么还吊冷当的 杨丽 你能不能帮我点吗 可我真不明白 你说马总为什么同意我跟三军回来 还有那个 你跟马总这闹剧 什么情况 我说说 先把你的八卦心收一下 能不能干点正经事 不说了 你说 你下一步 就是要和宋天明培养一下感情 试探一下 他除了JR 其他的商业机密 听得懂吧 你能不能别这么炸炸糊糊的杨丽啊 你说马总订婚 他是不是障业法 为了稳住韩家 这事正跟你说中了 杨丽 你给我认真一点 你就不能有点轻重款机 我知道我轻重款机了啊 哥 我明白 不就定你宋天明吗 两件事啊 一个是试探他 一个是平衡感情 算你做 那必须啊 伯伯哥 你说 我跟马总这也不通气 这怎么配合 万一他没有领悟到 全是你自己歪歪怎么办 也是 夏哥 你可以找马总聊一聊 反正你现在在酒店工作 找马总聊的话 也不会引起别人怀疑 孙芊 这件事情我会考虑的 但是你要帮我一个忙 去帮我找个人 找人 找谁啊 许晨 许晨已经被开除了 还找他干什么 他回来什么都不用干 只要没事 就去找马总叙旧就可以了 叙 叙旧 可爱 按照你的意思啊 这发布会的通稿 主要突出了强强联合 还有酒店之后的规划 发现订婚的事情 只是一笔带过了 好 我没什么意见了 就要这样做执行吧 可爱 你放心吧 只要咱们两个订婚了 股东自然会站在你这边的 到时候 我把我的股份 当作聘礼送给你 这样宋天明就不足为据了 不用了 袁斌 我说过我不需要你的股份 我要的只是你们韩家 不会站在宋天明那边 我当然要站在你这边了 我是JR的股东 我自然是以JR的利益为先 这样以后咱们就可以 并肩作战了 不过袁斌 你我心里应该都清楚 这场订婚只是行事所必 所以我希望 我们可以有个君子协定 君子协定 也就是说 我们订婚以后 在人前就跟普通情侣一样 私下里我们依然是朋友 可安 你到底还是不想 留给我一点机会 好 我明白 我既然决定帮你了 就一定帮你到底 我答应你 等到危机度过了 等到你回收到宋总的股权 我就会宣布分手的 好 你下一步 就是要和宋天明 培养一下感情 嗯 试探一下 他除了JR 其他的商业机密 听得懂吗 博哥 你说 你跟马总这一步通气 这怎么配合 万一他没有领悟到 全是你自己歪歪怎么办 也是啊夏哥 你可以找马总聊一聊 反正你现在酒店工作 找老板聊的话 别人也不会怀疑你是吗 夏小行 你回来果然就是为了 破坏我可爱的吧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能不能就找俺 找人 我认识法 liness 他刚刚唐的 你就没关系 今这年 怎么样 夏依晴 心里的滋味不好受吧 你应该终于知道 我当初的滋味有多痛苦了吧 韩云斌我和你不一样 我尊重可爱的选择 并且 我也相信他 尊重 你利用可爱不成 现在又不念旧情 他站在宋天明那一边 你以为这样就能对付我吗 你们在干什么 你来干什么 不行 夏依晴 无论遇到什么 你都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绝不能影响失大 你不要忘了 你这次回来的目的 你又要认我 如果你也要做 我给你一块好 什么 你这次回来的 你这次回来的 我看不见你 他就无论 有意义的 你这次回来的 Aegion 你打第一个 在哪里 你哪儿 这个人 你再看就是 你怎么回家 作课 你这一回帮你 你这两个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宋总 许晨怎么又回来了 他回来跟马可爱寻寻旧不正常 以前马可爱没少帮他 但是他早不回晚不回 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回来呢 哪个时候啊 夏雨晴刚回酒店 他就出现了 您不觉得这里头有事吗 那天我亲眼看见 夏雨晴跟韩元斌在办公室门口吵架 马总出来调和 结果夏雨晴却说 是因为您让他找马总拿资料 我没让他拿过什么资料 我就觉得这小子肯定有问题 您想 夏雨晴跟马可爱 之前可是公开的恋人关系 就算他们因为韩元斌闹分手 因为孙健和杨丽闹白了 那也没有必要反咬一口 我不相信他会反水 只要一个人能够为你所欲用 不必要太在意他的处处 我现在倒挺佩服他的 自己爱的人都要嫁给别人了 他竟然可以镇定自如 这算是一种本事 宋总 您可别被他骗了 那个小子心里的花花肠子 可多得很 我是怕您的仪式移民 让他给毁了 我说的是他城府深 你听不出我的意思 我说你 你们酒店的高管 每天都整这些烂七八糟的事情 酒店的经营能好得了啊 闲着你去干什么正事 这个杨丽 我总是感觉 什么地方有问题 你去安排一下吧 给他做个DNA 好 我今天晚上 我约了杨丽和孙谦一起吃饭 通知夏宇兴 往下坐陪 是 我直接去 来来来来 一直就想请你们吃饭 忙了 没抽出时间 宋总您贵人多事 这种小事不用过到心上 就是啊 宋总您忙您的 我觉得啊 您能让我们到JR再次工作 就已经感激不尽了 杨丽 我听说你是被养父养大的 是的 这您怎么知道的 我 我对不起啊 我多问两句 你 你就没有去想过 要去寻找你的亲生父母吗 这 这可有什么好想的 我觉得我小时候 说不定是被我爸我妈 给抛弃的呢 这个世上怎么会有 不要自己孩子的爹妈呢 更何况你这么出色 就 这 宋总啊 我这得感谢您对我的赏识 跟提拔 我觉得我没遇到您之前啊 我 我还不知道 我自己有这么优秀呢 来 我敬您一杯 来 请点跟上 好 感谢一下 你们哥儿俩的交情 好像不浅哪 那必须啊 从小玩到大在家门口 经历过很多事情了 所以说玩得特别特别好 对了 对了 宋总 您有没有孩子 我都没听您提过 有一个 我曾经有个独子 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他很小的时候 五岁被人绑架了 后来就下落不明 我找了他 快二十年了 这 绑架 那后来怎么样了 他是被人连累的 本来那帮人 是想绑架别人家的孩子 可是我儿子他从小仗义 他看见了就喊人帮忙 结果一起被绑了 那现在两个孩子怎么样了 找到了吗 找到一个 找到一个 可我那无辜的儿子 却下落不明 活不见人 死不见死 可是 我隐隐觉得他还活着 是 是 杨丽 你对你亲生父母 就一点印象也没有吗 这 宋总啊 实不相瞒 我这个 是一点气不得了 想都想不起来 我想起来的事啊 已经是被我养父受养以后的事了 那你被抱养的时候大概几岁 之前不是跟您说了吗 大概五六岁吧 不好意思 我有点不舒服 去张厕所 快去看一下 那个宋总 我先看看他 估计啊这几个太好了 上头 来 宋总 我们喝 哥 没事吧 没事 那他刚才唱的是哪出戏啊 我也不知道 他现在 应该是他欢迎你 妈 那我没穿搭吗 没有 不过哥说真的 虽然 我这个假儿子 说是在帮你 但我还想知道 你真实的想法 万一 万一他是你的亲生爸爸怎么办 我现在也不知道 我脑子很乱 走一步看一步 杨丽 谢谢 你又跟我客气了 宝哥 不管你怎么样 我都挺你啊 谢谢 夏哥 哎 宋总呢 他刚刚说有事先走了 走了 那 那怎么办 先回去吧 陆真正把我电话打包 走 那个 我还得加班 没事 你们先回去吧 我一会再回去 谢谢啊 拜拜 刚刚就顾着喝酒了 也不吃菜 我这还饿着呢 你说的大晚上 回酒店干嘛呀 不知道 不知道 我去看看 要不要我也急死不用 老哥 我来跟你汇报个情况啊 你那个宝贝女儿马可爱 他六斤不认了 他竟然把韩德成当好人 不认他这个宋叔叔 你说韩德成是什么东西 他哪是对手 是吧 他那不想一想 我怎么会不给自己留后手呢 对吧 当初 你就三番五次地告诉我 解决任何问题 一定要准备做干套方案 是你教我的 没有你 就没有我的今天 我老婆 如果没有你啊 我老婆 不会死 如果没有你 我儿子就不会丢 到今天 已经长长二十个年大了 我恨你 我恨你 可是我真的不忍心 把这一笔笔的账都算在你那宝贝女儿身上 怎么了你 怎么了你啊 你不会是因为我刚才说的话你都听进去了吧 别吓我了 别吓我了 你躺着你还不老实呢 老不正经 你要干什么 发生什么事了 那个没事 宋总再给马总会派工作呢 还不赶紧去看一下 好 麻烦让一让 病人需要手术 马上通知马总 好的 这有我来 你先走吧 医生 医生 我爸到底怎么样 董事长刚刚脱离危险 你不用太担心 谢谢你啊 医生 他现在只是睡着了 来看看吧 爸 爸 爸 我爸 我真的没想过 看你 我怎么做了 你不想过 我怎么做的 他在你 我怎么做的 你不想过 如果不想过 你怎么做的 不是吧 我不是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想不到这个马东山又起死回首了 您说 是因为夏雨晴给您打掩护才骗过了马可爱 有时候男人的怒火是难以想象的 可是 他那天在马总门口说的话 我总觉得 我也想找机会问他 不过现在看来 他那是在表忠心 我当然找单权收了 我倒是想知道 他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 也正好出现的那个地方 是啊 按说他如果跟踪您 也没有必要出来帮您 如果是为了取得我的信任 故意跟踪我呢 那个时候夏天出现的人呢 反正 我不相信那个小子 不说他了 胡佳安那边怎么样 他和郭宇有没有联系过啊 应该是没有 反正得盯紧点 过于也没有动静 没有 没有最好 好 好 宋总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就因为 我替您掩护的事情 在那个场合啊 我这身份太敏感 确实不是一露面 你帮我解了围 我应该感谢你 我是您的特助 这是应该的 我就是不明白啊 为什么那天晚上吃完饭 你也正好回了酒 而且正好也出现在顶层病房 因为陆大小姐 也住在我们酒店顶层 那天我们吃饭的时候 她就不停地给我打电话 发信息叫我过去 您也知道她的脾气性格 我可不敢过去 哪儿 又明白了 你怎么机会 没关系 就是你 习近平 谨慎 不知宋总 还有什么要问我 我还真要有个事要问你 有一天你去找马总 说是我让你去找他拿资料 怎么回事 看来宋总 眼线挺多的 那天确实是我不对 我撒了狂 那也是因为遇见了韩元兵 我跟他斗了几句嘴 而且我这个人脸皮比较毛 也不愿意特意说是去看他 可是马总好像没有当面揭穿你 在那种情况下 未婚妇又在面前 她总不好说我什么 对吧 一提起这韩元兵呢 我就为这个丫头可惜 可惜什么 也许你不知道啊 其实啊 韩德昌手里所有的股票 他都已经卖给了我 这场联姻说白了 就是韩家想借此 来套出马可爱手里剩余的股票 一旦真结了婚 那马可爱就没有别的选择 韩家的势力他也指望不上 我是打心眼里不愿意看到这两家零 宋总 您为什么执意要对付马可爱 难道就因为 谁在马东山病床上 和那些恩怨永远 你听到我当时说的话呢 听到了 我什么时候说要对付马可爱啊 我都是为他 你想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我能不上我那个老哥们面前去念头念头 这叫什么脸 来 喝那个 这叫什么 叫这么一点 喂 欢迎各位贵宾来到马可爱小姐 和韩云丁先生的订婚仪式 希望你们能有一个难忘的回应 姐 都搭好了 好 马总要来了 门口等一下 好 马总好 我那边挪一挡 对对对 好 可爱 真想好了吗 要是发布会开始了 大家可就都知道了 这都觉得 就先是 filtered下去了 帮忙 我好 我刚刚在这个地方 大家 有什么 有什么 受冰 我 试 作词 李宗盛 和我一起融化 狼狈不堪的人 在孤独的翻诈 口无挣扎 很快到终点了 能让你停下吗 该怎么说 才靠近我 我们直接 永远留下空格 也许我们是乘客